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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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在这边很简单的把2023年 今年一整年 整个资本市场大的一个架构 跟大家go through 一遍 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第一个毫无疑问的是 联总会持续升息之后 产生的一个影响 三月份我想大家都还没有忘记 美国矽谷银行倒闭的一个事件 当时在美股台股这边 都造成了短时间的一个大震荡 那这个事情在当时的资本市场 的确有一定的冲击 不过还好 整个事情并没有演变得太大 最终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那两三家 一些相关性的银行 受到了一些波及 升息之后另外一个影响 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看到 今年在美股市场里面 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七巨头 就是Apple 微软 Amazon Google NVIDIA Tesla 这些公司 毫无疑问的 每个人都知道 这些是大型的公司 那在升息之下 其实它们受到影响相对较小 即便在今年上半年 整个库存的问题 在产业界来讲 还是大家纷纷在谈的一些部分 不过在它们的营运状况之下 它们的资产负债表 非常的健全 特别是它们现金 手中握有的现金 又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七大巨头 不管它们是在 NASDA综合指数 或者是在S&P500的指数里面 它们都是一个领头羊 也造成了这两个指数 今年上涨了 一个是40% 一个是20% 反而我们平常在看的 罗数2000 小型的股票 今年上扬的幅度非常的小 大概就7%上下 那这个是整个 联准会不断的升息之后 在2023年 所造成的一个重大影响 那第二个部分 当然毫无疑问的就是 AI的部分 大家知道ChatGPT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可能还默默无闻 12月份开始 陆陆续续有一些使用者 开始使用 到了1月底 今年的1月底 全球的使用人口 达到了1亿 那在上半年 如果以台股的角度来看 应该在IC的设计股 应该在制裁权的IP股 应该它们在上面的琢磨很多 所以这一类型的股票 其实在上半年 其实表现得相对亮丽 不过到了5月份 NVIDIA在公布它的一个财报的时候 大家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第一季 它的财年的第一季 72亿营业额的同时 本来市场上在预期 它的财年第二季 也还是在72亿美元上下 可是它公司自己提出来的预测 让市场为之惊艳 那时候提出来的是110亿 因为这个讯息一出来 整个在美股那边 NVIDIA当天就大涨了三成 至此之后 其实也把台股 当时本来在15000点到16000点这边盘整区 顺势就突破了 一路拉升到17500点左右 那这中间产业界在思考 换了另外一个角度 想到的是什么 NVIDIA它的第二季的财年的财测 居然可以这么大幅的成长 可见晶片数量的需求 毫无疑问的一定是大幅的增加 乃至于后面我们了解更多的是 它晶片的一个升级的需求 甚至在那个时候之前 我们还不知道 原来还存在一个叫做 AI伺服器的一个产品要出来 在CheckGV这些应用越来越多的同时 它的算力的增加 你伺服器的规格势必往上提升 往上提升的同时 你伺服器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加进去 除了这个之外 散热的需求 也原来从传统的气冷室的部分 升级到了水冷跟液冷的一个境界 那这两个大的主轴 其实就贯穿了今年年初以来 到现在实际的一个状况 现在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的一个新的变化 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资金的流向 从中国跑出来 跑到日本去了 台湾在这个上头 其实今年 你最近都特别注意到 台股在最近 台币突然今天大幅升值 有没有 今天31.2了 我们是从35.48多 一路到现在31.2 其实 那个资金正在开始流进台股 中国的供应链正在进行巨大的转变 为什么 这张图其实告诉大家 从2009年以后 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进口国 所以美中角力之后 它影响最大是什么 各位可以稍微想一想 中国一年出口到美国是6958亿 美国从中国进口是1969 两个扣一扣你就知道 中国的顺差是3800多亿 对美国 现在美国把中国的部位往下降 降差不多快一半了 这一降以后你就知道 中国的产品原来卖到美国 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 现在一路往下降 中国在美国的进口占比原来21.多% 现在降到13.4 那墨西哥往上了 加拿大也往上 这个情况告诉大家 当供应链开始大幅移转的时候 其实中国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你今天在看中国经济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这个当供应链快速移开以后 中国一定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现在这个调整一定非常激烈 各位要特别留意 现在房地产泡沫你怎么处理 中国开始去杠杆高失业力 当中国的电商弄到极致以后 他已经狼刮一切所有的资源 把残业都打死了 为什么 第一个 中国单单送外卖的人 有8400万人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在送外卖 第二个 因为大家竞争很激烈 价格越杀越便宜 杀到最后都见骨了 大家无力可图 然后第三个 所有店面全部都关了 第四个 实体卖场 大家都赔钱 店面崩盘以后 中国的房地产更撑不住 后面那个就连环的杀路就出来 还有一个 因为电商非常激烈 中国任何一样东西 都越杀越便宜 杀到不要钱了 所以你往下看 各位要知道 接下来台湾的产业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 凡是中国很强的产业 未来 你千万不要碰 为什么 会杀到你无法想象 台湾有几个产业 第一个 熟化原料 我看会很惨 会惨很久 钢铁也不行了 有没有 另外你说 像日元现在扁到150 有几个产业你也不能乱碰 为什么 台湾的工具机 铁定完蛋 为什么 日本的东西原来就很好 日元贬值以后它更好 这个时候你就再也挡不住了 所以 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景气的调整 到明年的时候 开始会从谷底往上 第一个 各位来看出口 今年前10个月 3550亿 你把它再加380 乘以2 加上去 今年大概就4120亿左右 4100多亿 在历史上是第三高 有没有 台湾没有差到哪里去 你怎么讲得那么差 所以 从出口来看 台湾这个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 台湾的出口全世界第18 台湾的股票的市值 全世界14 不是 你如果算一算 各位要了解 尊敬台湾 相信台湾2300万人 在这么小小岛上 大家无穷无尽的付出 创造的经济的实力 大家要珍惜台湾 我们这一次的主轴是 AI搭配GDP选股 这是我们slogan 所谓的AI的话就代表 这个智能投资是有逻辑 而我们也知道说 GDP是代表未来的一个景气的方向 只要方向对了 一切就对了 好那对的产业是哪六个 我们是分别选出下面的六个产业 我们以它的英文字母为代表 第一个A代表AI Coors 也就是先进封装 I的话就是IP细致材 这个End的话就是高阶板材 G的话是5G的一个网通大基建 D的话是散热 P的话就是POWER封电 这边来讲的话 当然一开始我们就要说 先进封装是AI晶片 绕不开台积电跟Coors AI它要有高度运算能力 所以说就要用这个Coors的制程 也就是说AI晶片必须有Coors的制程 封装完之后再做测试 所以说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为什么Coors那么重要 是因为说它必须要用 灰达的高尖晶片来搭配 而且这一部分会一路吃紧到明年上半年 好那接下来讲的话 我们来介绍IP ASIC 细制裁部分 是质量兼具的半导体黄金 ASIC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它可以减省自己的设计的时间 因为我们自己找设计师 按照我自己的需求 这需求是我的可以减省时间 第二个减省成本 第三个的话还有可以提升晶片的效能 你看先进这层 我们以这10nm来讲的话 它的IP数要143个 7nm要成长到178个 5nm要成长到218个 所谓的IP数越高 这种世心创意的 它的这个获利就会越高 因为要找它开案 好那ASIC来看的话 我们就是高度看好它的未来的发展 那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AI的这一个产业部分来讲 它的晶片人家 包括这些微软 Google Amaro 不一定拿得到 所以说它就必须自己开案 有这些开案的需求 所以说就是以这28年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IP的市场规模是放大的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理由 我们去把它选下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产业 就是ABF的一个高阶PCB的板材部分 ABF载板加上CGL 启动AI双引擎 以这个ABF的一个板材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COWAS的一个先进的封装制程 主要的一个板材质 那我们认为说ABF来讲的话 明年第二季是处于一个产业复苏的状况 价格上涨 然后它有获利机会就会走高 所谓的CCL是指铜箔基板 是这PCB的上游 也就是说ABF的板材数增加 CGL就会增加 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网通美国大基建推动5G FWA 因为美国有一些州是 农业州是地广人稀 那他们这部分来讲的话 就必须要用网通的设备来做一个补贴 在这个时刻背景下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厂商就还蛮厉害的 它这部分来讲的话 像我国的主要的网通厂商 都是在美国跟欧洲市场 那刚好切忠要害 美国拜登政府的话 他要补助网通的设备 那当然好这就是台湾代工的强项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 智益中蕾那么强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要把它选起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散热的部分 AI运算复杂要解热规格逐年的提升 今天我们选股要选什么 哪一些的公司 它的水冷技术比较高 你就要朝那方面去选股 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风力发电 台湾海峡有个峡管效益 所谓峡管效益就是说 因为我们台湾海峡有东北季风会吹来 它的风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离岸风力发电 它又有比较大的一个运转量 那未来来讲的话 政策规划也就是逐年走高 所以说我们这部分要把它选股进来 现在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说对债券市场正确的观念是 温利息 就是你先好好的领那个配息 因为现在债券 那个票命利率5%的债券很多 你就先稳稳的领利息 然后挑好的债券 现在其实殖利率5%以上的债券 其实非常的多 好 我们现在就有点类似怎样 要等资本利得的空间 有没有快可以来到 可能没有那么快 因为刚刚有讲到降息 或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可能明年下半年 所以你先买债券先领利息 然后等资本利得 可能会等到明年下半年 会比较有机会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股市是看好哪些区域 其实美国一定是 我们在投资市场里面 必备的一个一款 当然比重可以依照各位的 配置比例的不同 美国的大型股跟小型股 我们优先会推荐的是 美国的大型股 因为美国大型股像 美国大型股大家知道最有名就是 苹果 对不对 他们手上现金都很多 我刚查了一下 苹果现在手上现金有 你们知道多少吗 1600亿的美金 大概5兆台币 然后那些大型的 包括Google 然后Amazon 他们的现金 都有1000亿以上美金 所以他们都有并购跟 买库长股的能力 所以大型股相对来说 是我们在美股里面 相对比较推荐的 好 那第二个 我们想要讲的是日本 日本政府 我们为什么看好 它除了日元贬值 我们觉得日本在政策推动上 其实一连串 有非常多的措施 那我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 这件事情就是 日本政府现在鼓励他们的家庭的投资 可以往股市去 而且可以免税 日本的储蓄里面大概 不到20%在股票 欧美国家是大概40%到50%在股票 可是现在日本政府就鼓励他们的投资 能够可以往股市去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新资本主义的一个计划 好 那我们知道就是很多顾客 我今天跟他讲日股 他都跟我说日本股市怎样 今年怎样 涨很多快要三成 我们都知道 涨得比美股还要过 美股的本益比 其实现在大概是4左右 那欧洲的本益比大概是在1.8左右 其实本益比最低就是日本 日本的本益比现在才大概1.3左右 所以其实日本来说还是非常具有长期投资的一个机会存在 但是要跟大家讲就是 日本的通膨现在其实已经上来了 那现在大概是在3.6左右 其实他在预估明年大家都会维持在2以上 如果他通膨都一直在维持2以上 你觉得日本会不会最后会走上升息的道路 会 所以他明年很有机会就会升息 他升息的话日元会不会涨 会 就跟美金一样 所以我们是建议顾客 如果这时候你可以换日币投资日股 你有机会怎样 股会双赚 好 那最后台股的部分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都知道灰达已经涨 灰达就像AI的大脑 那大脑要传输就要透过什么 神经 那神经就是传输光线的部分 那现在的主流的话就会变成是400G 400G什么意义 就是你一秒钟就可以下载4部4K的电影 那AI他们需要很快速的高速传输才有办法 让这些AI伺服器运作得很顺上 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波的题材 会到就是这个高速传输的部分 那有一些美国的基础建设计划 那美国的基础建设计划 拜登因为现在落后他会推这一块 那他会排除谁 排除中国大陆 所以像华为是不能够参与他这些网通 但是台湾是属于美国的阵营 所以台湾就有机会吃到这块的一个大饼 那最后的话我简单做一下今天的结论 就是赛事现在就可以开始布局 但是先稳稳的领利息 那接下来会有资本利的空间 股市我们看好就是美国台湾跟资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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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